陶琴公司爆出一名女員工確診 而且還是染上Delta變種病毒 根據了解 她平時負責機艙內的消毒 而她的同居人也是陶琴的員工 目前已經被匡列裁檢 有國內的專家表示 個案雖然是在飛機上做清潔 但是也還不能夠完全的確定 感染源就是來自機艙 也有可能是在社區被感染的 還要看接觸者的裁檢結果 陶琴公司出現首例員工 染上Delta變種病毒 這名二十多歲女員工 平時負責機艙消毒 有國內專家認為 她的感染源很可能來自機艙 但也不能排除是在社區感染 根據了解 這名陶琴染疫員工 在六月初有打過一劑AZ疫苗 前臺大感染科醫師林士碧就表示 只打一劑疫苗對於Delta病毒可防重症 但防感染的效果只有三成 第三類高風險接觸人員 到現在第二劑覆蓋率只有68% 實在不應該 這是單位與主管機關應該關切的 責任不在確診個案身上 而衛福部草屯療養院醫師沈正南則認為 有沒有看到此例有到台北知名拉麵店內用 Delta病毒對內用防線的壓力測試到來了 建議大家中秋節期間必須脫下口罩的地方最好別去 現在雖然沒辦法烤肉但至少可在家 開心吃月餅 一旦讓Delta病毒擴散到了冬至 恐怕連在家食堂員都不敢了 不要一兩個個案就直接把防疫措施拉升高等級 如果只有一兩個個案其實也反應 目前的防疫措施也還可以 畢竟再過幾天就是中秋廉價 避免疫情中下胃爆彈 現在得跟時間賽跑盡快抓出感染源 記得縱報導 新美市採缸決定解禁恢復餐廳內用 但卻又出現有人確診 先前發生群聚染疫的板橋某幼兒園 負責人昨天喉嚨痛不舒服 到醫院採檢之後PCR呈陽性的反應 附近鄰居表示她未滿14天就解隔離返家 但根據了解這名確診者是一名70多歲的女性 以第二圈接觸者的接觸者被匡列 從5號開始隔離到13號解除隔離 卻在返家之後自主健康管理期間確診 新北幼兒園群聚染疫事件已經累積了32例 相關確診病例如今又增加一例 新北群聚染疫的幼兒園原本預計9月22號 也就是中秋節過後就要開始復刻 現在沒想到又傳出了確診者 因此復刻可能出現變數 據了解證明確診者是一名70多歲的女性 同時是幼兒園的負責人 曾經有中風病史因此行動不便 而她在9月5號開始居家隔離 13號收到通知解除隔離 回家之後自主健康管理 沒想到卻在15號出現喉嚨痛症狀 到醫院採檢後陽性 但外界好奇不是應該隔離14天 大約19號才該解除隔離嗎 算一算居隔只有七天 不過根據了解他先前因為身體不適 也很少去幼兒園當初以接觸者的接觸者被匡列 屬於第二圈的匡列者 在自主管理期間沒有外出 那麼針對他接觸的家人 我們現在也都已經立刻採檢 他們的PCR都是陰性 只是在新北接近之後 幼兒園染疫事件確診又加一 累計共33例相關單位不敢大意 記者成員黃川波 新北時報報導 莫德納疫苗短缺 台大醫院也準備啟動 莫德納混打高端的臨床試驗 引來了高度討論 台大兒童醫院院長黃玲瑩就認為 如果要解決第二劑不足的問題 即將有大量BNT疫苗抵台 為什麼不直接混打 前機關局局長蘇毅仁直言 不要把只拿到台灣EUA的疫苗 去跟做完三期臨床試驗的 國際疫苗增同等地位 台北市長柯文哲昨天也表示 高端都還沒有做完三期臨床試驗 現在還做混打計畫超出我的理解 但是也有專家認為 做第二第三劑的混打研究 才是高端疫苗未來的出路 國內疫苗短缺 但未來可能有新選項 目前台大跟長庚醫院 都在分頭進行 莫德納混打高端 還有AZ混打高端的臨床試驗 引發各界高度關注 更有不少質疑聲浪 從蓄力來看 莫德納跟高端疫苗 在抗原上有一致性 但一個是mRNA疫苗 一個是蛋白疫苗 不同平台技術的疫苗混打 效果真的有比較好嗎 有專家認為如果要解決第二劑不足的問題 應該優先選擇即將有大量疫苗底台的BNT 跟莫德納疫苗混打 而不是現在急著做莫德納混高端的臨床試驗 也無法解燃眉之急 個人的意見是根據國外的資料 可以接受莫德納跟BNT的混打 不一定要國內一定要做這樣子的實驗 面對莫德納混打高端疫苗 前機關局長蘇一仁也直言 不要把值拿到台灣EUA的疫苗 去跟做完三期試驗的國際疫苗 爭同等地位 台北市長柯文哲也同樣難以理解 高端怎麼會三期都沒做完 現在還要做混打研究 但有專家認為做混打試驗 這也是高端疫苗未來的出路 他當然要去做三期或是其他方法 證實他的保護力 未來要可長可久的發展 有一個很大的市場 應該要去研究 作為其他疫苗後續的追加劑 不管是混打 或是現在很熱門的第三針 但以高端的產能來看 目前是否有足夠的量補足第二劑缺口 也同樣令人懷疑 不過只要試驗證明混打安全有效 或許也能提供給民眾多一個選擇 就連影帆太報導 中秋四天連假即將到來 離島地區估計將會湧進上萬名的遊客 為了防堵新冠病毒擴散 台東縣府在富岡浴港外增設了快篩站 將會在17號啟用 要搭船前往離島的乘客 必須要持疫苗接種證明 或是三天內的快篩陰性證明 否則就要在現場做快篩 台東縣府也提醒 要到離島的民眾 最好可以提早兩個小時到富岡浴港 我們請他舔寫健康室 捲挖了以後 然後頂導他往前走到這邊等待篩檢 照者指引來到快篩站準備篩檢 等候去座椅也拉開社交距離 中秋連假要前往綠島蘭嶼的旅客 都必須經過這一關 檢檢完了以後 在我們休息區等候15-20分鐘的報告會出來 拿到快篩陰性證明才能搭船 因應中秋四天連假即將到來 離島旅遊渴望大復活 估計將湧進上萬名遊客 因此謝福規劃 周五起要前往離島的民眾 必須持接種第一劑疫苗紀錄卡 或三天內快篩核酸檢測 陰性證明才能搭船 而謝福也在富岡浴港增設快篩站 供民眾自願免費篩解 那我們特地把人力抽出來 來富岡設立為期兩個月的快篩站 在中秋假期來到蘭嶼綠島的朋友 一定要提前兩個小時 來到我們的富岡港 綠島因為疫情歷經超過半年的旅遊蕭條 最近隨著警戒鬆綁 才逐步復蘇 客輪業者說中秋連假第一天 就開出15個船班 估計每天約有3000人湧入綠島 觀光大縣防疫工作上景發條 港口和火車站快篩並行 防堵大量返鄉遊子和遊客 釀成疫情破口 記者 劉令山台東報導